歡迎收看 一時好辣 歡迎四位帥哥美女 好辣一時才 嗨 歡迎接下來三位特別來賓 你好 邰哥 最近我看到網友 在爭論一件事情 就是到底買房子要買套梯處 還是大樓 這種問題問我就好了 對 買地是不是 買農地啊 生都吵不到 你要看出這個 就要動胃炒你 後來有吵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如果你有生小孩 就買透天 如果你沒有小孩 只有夫妻就住大樓 而且最近有一個新聞 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所以今天就要來討論了 到底人 有些人是體質比較敏感 就容易招惹一些 你知道莫名其妙的鄰居 還是怎麼樣 我們第一個這個要討論就是 來 我不是惡鄰居 是你們製造的聲音 太吵了啦 我先講我以前租房子的時候 因為我樓下的那個人 我樓上的那個人 他非常敦親睦鄰 三不時都會做一些小蛋糕 手工餅乾給我們 然後但是每天早上到六點 他就開始放潘瑋柏的 不得不愛 不得不愛 每天早上六點 每天早上 而且一年多的都沒有換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而且是一直循環 一直循環 有時候會放到他出門 比如說有時候 如果他七點就出門 可能六點到七點就停了 他那是起床鄰 有可能是起床 就讓他提振精神的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他偏偏要這麼客氣 不然我還給他一點暗示好了 我就跟他說 哈囉 我早上會聽到 你放潘瑋柏的 不得不愛 對不對 你看我聽得多清楚 對 我現在都 我平常都是 到早上才睡的人 我現在都跟著你 早睡早起了 因為早上六點 就必須聽到音樂就起來 然後我就想說 他應該就知道了嘛 他自己講 太好了 你喜歡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這樣就對了 早睡早起 身體才會健康 還是你會想聽什麼歌 我下次就放給你 自己看 我就 然後後來就搬走了 我想說算了 那一陣子我都很健康 都早睡早起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換了 另外一個房子之後 我那時候已經生小孩了 那個房子 我們不常說 我們偶爾去 但是畢竟搬了 新家交屋了嘛 我們就敦親木鈴 去送個禮物 給樓上樓下 左林右舍 然後樓下那個媽媽 就很和蔼可敬 就說 你們搬來 蘇仔蘇太開心了 這個樓上 大概有兩 三年 都沒有人住了 你們搬來以後 就可以熱鬧 熱鬧 我就想 真是好天氣 小孩子可以 蹦蹦跳跳熱鬧 對 熱鬧 熱鬧 他們喜歡熱鬧 太好了這樣 然後有一次半夜 我就起來上廁所 其實也沒有半夜 就大概11點吧 然後我就起來上廁所 然後沖完馬桶之後 樓下一樓的電鈴 啪 響了 我就想說 誰這麼晚 我就接起來 我就說 喂 然後結果是樓下的媽媽 她就說 你們怎麼半夜 在跟我在那邊沖馬桶 你們半夜上廁所 我都吵到偶門了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這有一次 下午的時候 我女兒在看卡通 然後她就開始又 樓下 然後我又去接 又是那個媽媽 她又跟我說 我女兒在居家辦公 你們這樣子吵到 我女兒怎麼開會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看個卡通也不行 對 老房子都一樣 對 就是老房子 然後我想說這個阿姨熱鬧定義 怎麼跟我熱鬧定義不是一樣 不一樣 她不是喜歡熱鬧熱鬧嗎 然後連沖馬桶不行 然後後來我們就租給別人了 我們就租給那種很安靜的房客 就事先有告知她說 那個這個樓下的人很怕吵 你OK嗎 他們OK 我們才租給他們 所以就沒有租在那邊 所以難怪兩三年沒人住 對啊 而且我告訴你 不要 我剛剛講二三十年 現在的房子一樣會 你怎麼看到 那樓板要弄到多厚 不可能 再厚 你只要砸東西或什麼 還是會有聲音 而且其實我們已經鋪隔音店了 但我們走路的話 必須是踮著腳尖 就很像被鬼附身 不是都會踮腳走路嗎 都踮著腳尖 對 然後小姐都長肌肉了 都已經這樣子了 還是會被抗命 我覺得現在是很多的建商 偷工減料 因為他們那個什麼 我們之前也在一個豪宅裡面 我那個新聞很大一個 那裡面在開趴 然後結果下面的人 一直來按門鈴說我們很吵 但我們音樂非常小聲 然後他說聽到我們那個拖鞋 啪啪啪的走路的聲音 拖鞋聲音可以到多大尊 然後拖鞋都要穿著這種軟的拖鞋 因為你喝醉了走路都很重 然後呢 之後呢 不到多久的警察放 全部抓到警察局去了 對 這什麼鳥豪宅 我隔壁的那個鄰居 他們就跟我說 我之前我的前屋主 就是一直被報警 被樓下報警 然後警察來也就是說 就是勸導說沒辦法 對 老房子就是這樣 是 他可能勸導你 對啊 就是前陣子我搬家 然後搬到一個新 屋齡不超過十年 然後也是號稱什麼 耐地震 耐什麼 然後我想說剛去覺得 就是不耐雜音 對 我想說一開始覺得很不錯 好安靜 總算搬對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個人 我是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就是有一點點聲音 我就會醒過來 然後就是很怕吵的 那做了做了覺得還不錯 快發現不對耶 我有新的鄰居搬來了 然後這個鄰居 半夜兩三點 白天我們當然就無所謂 反正你忙我也忙 那半夜兩三點 在那邊走來走去就算了 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機會有那個 會有聲音會有這樣 對 然後他用在那邊整理東西 然後櫃子拉來拉去 櫃那個收東西我都聽得到 然後半夜那個聲音 因為其實夜深人夜的時候 他其實傳導的聲音 那個更明顯 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去買耳塞 因為我是耳塞達人 你不是達人 你是經銷商吧 對 我經銷商 我應該進口 而且要賣 如果你對耳塞 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歡迎跟我討論 因為我經驗豐富 就是你看我真的不誇張 皮膚科是你副業 對 不過是我公明的照片 醜焰賣的 因為他就半夜一直吵 然後我就受不了 我就上去給他貼一張A4鞋 讓A4說 親愛人一句不好意思 夜深人靜了 那因為我隔天早上還要上班 我的工作需要專心 所以可能希望你晚上安靜一點 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也是醫生 而且他是醫院主管級 所以他不用天天去 不然不睡覺 三天在那邊走下去 我就受不了 去買各式各樣的耳塞 請問哪個最有用 我跟你講 耳塞有分男生 女生跟小孩 因為還有桃紅色 對 這個是女生用 因為女生的耳道比較小 然後這個是最好用 我覺得這個數一數二 這個很貴 這個快800塊 但這個800還不夠力 這個用一段時間 他還有特別的清潔的 後來我還去買1萬多塊的 1萬多塊的降噪耳機 你這是耳機 這個是1萬多的耳塞 它是耳塞 耳機 但是它是睡覺的時候用 然後可以連藍牙 然後就是你睡覺的時候 放一些什麼火在燒的聲音 小鳥在叫 白噪音 對 然後我就是用各種方法 然後才想辦法讓自己 可以睡著睡得好一點 所以其實夜深人靜的時候 真的不要在那邊洗衣服 不要在那邊聽音樂 走來走去整理東西 後來還好不信中大信 他就搬走了 他搬走以後 我跟你講 這些你看 現在為什麼都乾淨 都沒有用 不是我沒用 就沒有用 他就搬走 我就不需要 所以後來才證明 我不是神經衰弱 我是真的是很對那個聲音 非常非常敏感 那像這個也有好處 為什麼 因為我有病人 就是子肉性皮膚炎 他這邊紅脫皮 然後這邊有脫皮 然後整個頭都快爛掉 抓到那裡不行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睡不好 還是壓力大 跟我同病相連 他也是 樓上的鄰居半夜不睡覺 然後在那邊走來走去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耳塞 我跟你介紹 我真的沒有在賣 我說你可以去買耳塞 然後或者是聽一點 有些人其實你如果沒有耳塞 因為有些人塞在耳朵會不舒服 我沒辦法戴耳塞 對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這個電風扇 有個白噪音 電風扇打開 它會有個低頻率的聲音 或者是手機 現在YouTube有一些免費的這個白噪音 就是比較低頻率 你就會很好睡覺 我就教他說 你要解決這個噪音要解決 像剛剛很多人說睡不好 我就說來這個耳塞送你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就教他 然後同時給他治療 還不錯 本來他一個月要來看我三四次 後來就變成一個月來一次 然後他說我教他方法 其實我們還是要從源頭去幫助病人這樣子 不過我在節目分享過 我們家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台白噪音 白噪音是有一台機器的 就這麼大而已 對 然後一台大概兩千塊 我沒聽過這些東西 然後裡面有六十到八十種的聲音 有那種天台那種水塔的聲音 然後也有像蔡醫師講的那種什麼大自然的聲音 鳥鳴 水流 很多隨便你選 然後可以很大聲大聲到你會覺得超死了 也有那種低小小聲 你來這幹嘛 沒有 我跟你講好睡慘了 我現在不管帶小朋友去哪旅遊 那台沒帶全家不用睡 不是 乃哥你有沒有經驗你坐那個捷運 你特別好睡 因為捷運有一個呃的聲音 很像你媽 你帶媽媽子宮 然後外面有個聲音 就是那個跟你共證那個感覺 難怪我一上飛機 我跟你講 我每次上飛機 飛機還沒有拉起來 我就睡著了 那那個聲音 我真的不騙你 真的 因為有一種低頻的聲音 是你聽你會覺得吵 可是當你睡的時候 它會幫你隔絕旁邊的雜音 然後你就睡得很平穩 這種半夜的噪音 影響到我們睡眠的 我的門診真的很多 身心科 對不對 是 我身心科醫師嘛 那所以呢 像剛才說 白噪音 戴耳塞 這個叫做物理性的 把外面的噪音 阻絕在我們腦袋裡面 那我們身心科 其實比較善用的辦法是 我要怎樣子讓心情平靜下來 因為我要放鬆才能睡覺 我如果一直緊繃 那個腎腎上腺素 都把我的這個交感聲音 提起來了 我怎麼睡呢 這個很重要嘛 是不是 那有人就問我說 我這樣子對聲音那麼敏感 是不是叫做孔陰症啊 有這樣子的一個名詞 其實孔陰症這個目前 還在研究當中 還不是一個正式的診斷 我有一個這個女性的病友 大概四十幾歲 婚後十多年住在這個 五十年的這個華夏裡面 也相安無事 晚上都睡得著 但是後來有一陣子 她本身職業是個老師 在工作職場上面遇到主管刁難 那一陣子特別不開心 晚上就一直失眠失眠 晚上失眠的時候幹嘛呢 沒有鼠羊 聽到樓上的走來走去的聲音 過去十幾年來 她對這走來走去的聲音 都不會覺得說有什麼樣子的困擾 但是那一陣子失眠 古典制約反應 就把樓上走來走去的聲音 跟我的失眠連結在一起了 從此以後慘了 半夜睡在那邊就會好擔心 完蛋了 我等一下會不會聽到 樓上走來走去的聲音 只要聽到樓上走來走去的聲音 我就想到說 完了 我今天晚上又要失眠了 原本沒有失眠的 然後結果那一陣子 失眠了半年 每天都睡不好 然後一直到開始黑眼圈跑出來了 影響到隔天的工作 半年之後來找我 那怎麼辦呢 藥物治療加上心理治療 藥物治療就把我們的血 血清素提起來 血清素提起來以後 我們的那個平靜的 祥和的心情就自然跑出來這樣子 心理治療要幹什麼呢 我要怎樣子 用放鬆呼吸的方式 學到一些 可以在睡覺的時候 放鬆的技巧 聲音原本不會干擾我的 但是現在我腦袋覺得 那是干擾我的 我要怎樣子 讓我腦袋回復到說 我就算聽到聲音 我也不會給它影響 心如止水的這個平靜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心理治療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患者他吃藥 大概吃了兩三個月 他做心理治療大概也是做了半年 漸漸漸漸的藥就可以把它拿下來了 然後就是回復到以前的狀況了這樣子 還滿幸運的 我覺得你那個可以試試看 要不要買台送你 我沒有這麼困擾 你沒有這麼困擾 我說一般人 如果真的有時候 先試試看 對不對 真的 就乃哥你記得我們很久很久以前 去馬尼拉工作過 然後回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發高燒 反覆發高燒 然後我進了醫院的時候 我就進急診 結果就沒有辦法出 就我們那次去你回來 對 怎麼那麼巧 現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你講那一次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一次 就你們兩個去 不能說 不好說 不好說 就去主持這樣子 然後後來好不容易等到一個 四人房還是六人房 病床 因為那時候是接近是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 他就說要抽我的血去檢查 說看到底是什麼問題 因為我就是一直反覆發燒 胃寒 那衛生署還打電話跟我講說 你有去哪邊 然後 旅遊室 旅遊室 然後可能是 登格勒 要幫你抽血檢查 對 然後我就住在那個病房裡面 隔壁就有一個新的妹妹住進來 然後晚上他媽媽說他不想 不想住這邊 就說 那你那個隔壁是個登格勒 我才不要住咧 我會想 心裡就躺在床的中間就想說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 別人會怕 然後後來好了 那個女生不知道找了 他的小男友來還是什麼 兩個就談情說愛 超級的吵 然後還給我放音樂 你知道病床都是隔一層布 不是牆壁 然後我隔壁那個還是插館 在登格勒跟插館中間 有沒有水準 甚至 這麼有氣氛 然後還講說 我跟你講 那隔壁登格勒好可怕 然後什麼怎麼樣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退完燒之後 隔壁已經開始抗議了 然後他們還是繼續講話 然後之後我真的受不了 就打給那個護士 我說 護士小姐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前面那個兩個小情侶 就一直在講話 然後一直在聊天 然後還講我是登格勒 妳就打 我有登格勒 我會穿來給別人怎麼辦 這些人都搬走了 那妳真的是 我覺得很貴 真的 不要變單人 真的耶 我今天 葉全是聶局 假裝打電話 對不對 不要想說隔天 馬上立馬搬走 馬上跑走 妳一個人住六床的病房 還可以病解 大家還好是細菌感染嗎 還有什麼很嬌貴的狀況 是的 肌膚超脆弱 動不動就這裡紅腫那裡瘀青 蠻多女生會這樣想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常常一個晚上出去玩 或是跟朋友聚會的時候 你回到假的時候 你腳上就是有那種瘀青 這種就是好像被手這樣壓過 然後擠個手印的那種感覺 然後跟你講 如果說是跟你有去 After Party的人 如果那天有去After Party的話 你在那個After Party之前 都沒有這個瘀青 可是After Party之後都有 然後跟你去的 有去那After Party的人也有那瘀青 所以後來我跟你說 我後來有找到 對 我找到答案 那是有鬼 因為通常去 你不要呼應我的話 沒有 是真的 因為我後來 我認識上次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After Party去 我跟你講晚上 他們很喜歡這種聚陰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去玩的地方 通常是比較陰的 那我後來有些朋友 他有陰陽眼 他就說他當下沒有講 就是為什麼會有那瘀青 當時那時候 他看到那個地方 有做點什麼人 所以我跟你說 有做個靈體什麼的 所以大家會有瘀青 所以這個是很正常的事 就是通常不要看到他 也必須繼續玩自己的 那這個後面的話 就跟大家講 其實有時候這個狀態下 真的是跟後面有人在跟 或怎麼樣 你的市場比較弱 確實是有這個關聯 我們這主題是不是要換一下 真的真的 我們 他就是敏感肌膚 對 後來會去做收金 那有時候就是 那真的真的 其實國家 這都是息息相關 脫不了 跟前世或是輪迴 都是有關係 真的都有關聯 所以要不然為什麼他出現在 你現在出現的地方 有的人看得到 就這樣 可能別人碰到我 不會有 我講的就是說 我們講第三世紀碰到我 你陽氣比較重 因為我陽氣比較重 或者說我皮膚比較厚 那他的陽氣比較弱 可是我看有時候有男生 也是有 也是有大片的 就是中間就是有區別的地方 不是男生陽氣都重 對啊 對不對 也有男生陽氣很不承諾 真的 通通真的都有 第一個 夜店的話人比較多 但是那個時間到了 你想去另外一陣子 第一個唱歌的地方也很贏 唱歌的地方跟 After Party是贏的 這個地方你們就 有意心的話先不用擔心 因為我跟他講 這個是沒關係 幾天之後 不要去懼怕他 過了之後就過了 好嗎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 不要去After Party 好不好 可是我說是 他說是真的耶 因為有一次 是啊 就是我去旅遊飯店回來的時候 我腳上真的就有這樣子的 像手掌對不對 對 像手 手硬 然後那個長片就說 你這個就是晚上的時候 他來找你 就是有那個痕跡 抓你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也覺得好可怕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節目 要有醫生嗎 就是要 就是來看你這些人 蔡醫師請說 其實我們從科學上來講 不是真的說你被鬼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們喝酒的時候 就是你的反應會比較遲鈍 真的有撞到碰到 你其實都不會記得 甚至不會痛 因為我自己常常有一個 我有印象很深刻有個病人是 他每次都要喝完酒 然後要騎U-bike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 撞得亂七八糟 那他一開始也以為是鬼 就是掐他弄他 後來人家監視器就是根本 他自己喝醉酒 撞得亂七八糟 所以其實科學上來講 有時候是 還有就是夜深人靜 我們可能有時候也是 神志比較不清醒 累了 不是真的喝醉 有時候真的累了 燈光也不明顯 那你可能真的有碰撞到 當下不會記得 那你真的撞到的時候 還是會瘀青 真的 最重要的是有些人 他的微血管比較脆弱 對不對 有些人的體質 體質是這樣子 我女兒就是這樣子 所以視頻任用的人 就是會這樣 對 瘀青 黃醫師哪裡比較陰 對 我剛剛講說 這個容易疫情 在扣除那個 微血管比較脆弱 在扣除靈異事件 科學上來 醫療上還是有一些疾病 有可能有關係 是 對 我就在那邊舉說 我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45歲的男性 他本身是吹薩克斯風的 然後以前年輕人 做過調酒師 長得滿有型的 所以這三個條件比起來 他當然就是身邊的女伴 都很多這樣子 然後他都handle的很好 這樣就是很多女伴 然後他有出來看我門診 的時候就發現 他的臉怎麼有瘀青 然後身上也有瘀青這樣子 然後就問他說 你平常都好好的 你的工作也不太會 有接受到外力怎麼這樣 他就說沒有啦 就是我平常其實 我跟重女朋友 都相處得很好 但是就有一個handle不定 就是他大女朋友這樣子 交完最久的 也是最會吃醋的 然後有一天就是他聽到他 就是在路上看到他 就是跟新女朋友在路上 然後他就是回去 就是大發雷霆 然後就跟他吵架 那你知道女生有時候吵 吵不過就怎樣 就開始動手這樣子 他就刪他巴掌 捏他的手這樣子 那因為我這個病人 他怎麼樣 他從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有做調酒師 所以我說從年輕的時候 就是要跟喝酒 就每天都要喝一點酒 到現在再喝了二十幾年 所以他自己 所以很早就被我診斷 酒精性的肝硬化這樣子 當然我們知道說 酒精性的肝硬化 除了這個肝臟功能 也會受損之外 他其實血小反應會偏低 腦力血功能會異常 這兩大的原因都會造成 他身上容易瘀青 所以每次在身上 那如果臉或手發現他有新的瘀青 我就猜測他可以又交新瘀青 他就跟我講說 對對對 那我就只好給他餵叫 我說你現在四十幾歲 就這麼早就有酒精性肝硬化 為了你的健康著小 我第一個還是要求你要戒酒 不然你肝臟功能越來越差的時候 越來越多的併發症 比如說會有腹水 然後人會越來越黃 甚至肝癌產生這樣子 那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說為了預防 你不要在身上瘀青或更嚴重的出現 就是先跟你大女朋友好好的溝通 希望下次就是用理性的溝通 取代動手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不行 就減少其他異性朋友的那個狡猾這樣子 除了戒酒要戒女人啦 我是敏感性肌膚 就是我小時候可能去到比較髒一點的地方或哪裡 然後我的手上是可以寫字的 就只能靠吃藥來調整 但是好像也是因為你心情或壓力大什麼而產生的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女兒會不會也是一樣是那個 遺傳是不是 對 然後有照片 就是他被蚊子叮的時候 比較紅腫一點 小孩子的肌膚本來就比較敏感 你知道嗎 蚊子一叮什麼都這樣 但還有是另外一個 他就是也是莫名其妙的 群麻症 因為我後來帶給醫生看 他說這是急性群麻症 是 然後我就想說莫名其妙沒有原因嗎 吃了什麼還是 沒有 真的 我小外孙也是這樣子 真的喔 對 就是忽然 對 就我們不是嬌貴 是真的敏感肌 真的喔 還是你去了after party 但沒有手上印 所以他現在有改善嗎 現在有改善就是吃藥比較好 因為我不知道是食物過敏 還是環境 還是什麼的 那那個是小朋友 其實我們會觀察到 就是幼稚園之前的 學齡前的小朋友 有時候被蚊蟲叮咬 都會起很大的包 腫起來 甚至像所謂腫的跟變小叮噹一樣 或者是說他甚至起水泡 然後眼睛腫的跟核桃 耳朵腫起來跟順風耳一樣 因為他還有一點是過敏的反應 所以其實他不是真的群麻症 應該是說他是被叮咬之後 非常強烈的過敏反應 叮一次 叮兩次 叮三次 叮四次 只要他還持續住在台灣 你就發現那個包就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可是如果你本來住美國 然後偶爾回台灣 你一被咬 台灣的蚊子對你是新的刺激 就會腫得那麼誇張 有 我兒子就是這樣 現在小十歲 從一歲開始腫得跟著 你真的會嚇死 大家去急診那種 然後到現在十歲咬 還是長 但就像蔡司講 會越來越小包 可是其他東西你過敏 倒是不要特別去做 像有些人說吃花生會休克 你就不要說我們來一直吃 吃到你適應他 他可能命都沒了 就是有些事情是不行的 對 有這種人嗎 對 我不是偏機 像我自己也遇過那個 就是病人有一次很尿 二十幾歲的女病人來 他就說他要開診斷書 說他不能拿掃把掃地 我想說是不是公主病這樣 他說沒有醫生 其實我我會來皮膚科 開這個診斷書 是因為我有尋麻疹的體質 也有一點皮膚 像食品那樣 皮膚化紋症 真的 皮膚化紋症 你是花一條過去 他就馬上浮起來 然後寫個A 他就變成A浮起來 那他的困擾就是說 現在平常皮膚化紋症 連那個鬆緊帶 內褲的褲頭 襪子的襪頭 他通通都會癢 只是說會過去 可是他到了一個新的公司 他們規定下班 要從前面掃到後面 他是菜鳥 他就是負責拿掃把那個人 然後他就想說掃地 誰不會掃 可是他就從前面掃到後面 然後兩隻手就腫起來 好 起尋麻疹反應 所以他說醫生你可以幫我 就是幫我寫 不然我的同事 都以為我是公主病 那我就跟他說 好 我可以幫你寫 不過我覺得 你如果這工作要做得長久 我還是同時幫你治療 不然老闆想說 我要請一尊菩薩來 這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我同時給他一個 吃了抗阻止癌 然後我告訴他 其實 但是尋麻疹跟壓力也有關係 我們發現很多電視圈的 這個工作人員 都有慢性尋麻疹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跟他說 你同時壓力要解決 口服抗鼠症要吃 診斷說我可以幫你開 可是這個畢竟是一個暫時性的 你以後就算好吧 你不拿掃把 萬一老闆給你吸塵器 或者是叫你做別的事情 那我就跟他這個解釋之後 然後他也比較可以理解 我們多管其下 其實後來就還滿開心的一個解決 他也控制得還滿好的 我印象深刻是我高中的時候 跟我的朋友 還有朋友的朋友 我們一起去游泳 然後游完泳之後起來 每個都說 你怎麼了 你還好嗎 你知道綠巨人好客 他是生氣的時候會變綠色 然後我是有時候會變成 整個全身都是紅色的 變成蝦子一樣 對 變成蝦子一樣 就是一塊一塊一塊的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奇怪怎麼會這樣子一塊一塊的 然後好癢我就一直抓 但拼拼過了半個小時之後 他就消掉了 然後後來我朋友的朋友 他就隔天來跟我說 我媽媽說 如果有皮膚病的人 就不要下水游泳 你們傳染給別人 然後所以我就 好傳染 我就想說 天啊 所以我是皮膚病嗎 還是大家都怕我 我就會覺得很害怕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奇怪為什麼我有事沒事 都會這樣子一塊一塊紅紅的 尤其是我洗完澡的時候 你看這個好像有點 沒有到很明顯 但本人是很紅的 一塊一塊一塊紅的 要可以放大來看 真的是一塊一塊紅的 而且我生完小孩之後 有比較好一點 以前真的是整塊 整個臉全身都是 然後最嚴重的時候是 比如說像以前我去 那個健身房運動 我都沒有艷遇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一流汗 我前身就開始 又碰到水了 就開始一塊一塊紅紅的 然後或是我吃湯麵的時候 我嘴角碰到那個湯 這一圈就開始這樣 紅起來 紅腫起來 對 那我就去看皮膚科醫生 我就說 醫生為什麼我會這樣 他說那你這可能是 對水過敏 我想說天啊 全世界最溫和的東西 我覺得對這種東西過敏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 也可以去找我 那個常看那個皮膚科醫生 叫他給我開個證明說 我對水過敏 我不能洗碗 我不能做家事 對 我不能洗澡 我不能喝水了 對 用吸管 用吸管 天啊 這也太嚴重了 對啊 我們其實門診很常遇到 我們皮膚科門診常常有病人 就是他就是什麼東西都不行 然後甚至那個床單 什麼碰到 然後像這種水或是運動 在健身房 然後臉會一塊一塊腫起來的 也都有 其實像剛剛說碰到水 那是屬於一種 膽鹼性的循麻疹 就我有病人真的是洗澡 一碰到水 他就全身就是起一塊一塊的循麻疹 一般我們還是會吃一點抗組織胺 就是讓皮膚稍微穩定一點 然後另外就真的是 縮短碰水的時間 那這種可以稍微 這個就可以稍微減敏 就是先試一點一點一點 慢慢的增加這樣子 但是其實這個還是 要慢慢去調整 不然你一輩子不碰水 是真的滿困難的 因為想說吃一輩子的藥也辛苦 所以我後來我就 都會先跟大家打預防針 比如說要跟我出去 比如說像以前畢業旅行 我都會先跟同學大學的時候 都會說 我跟你說我喜歡早的時候 會變一個人 你不要嚇到 我都要先打預防針 這麼嚴重 那你小孩有被你遺傳嗎 有 他有被我遺傳 是 對 他一出生一喝完奶 這邊就一塊紅紅的 好可憐 真的 我有朋友就是 他就是只要遇到下雨的水 他手就會開始爛掉 就很像富貴手一樣 所以他只要一下雨 就會帶那個塑膠手套出門 因為酸性的水 對 可是他一般的喝水 洗澡都是沒有關係的 對 所以他只要 那個下雨的時候 就開始戴手套 好辛苦 其實滿辛苦 我覺得皮膚有狀況的 真的很辛苦 辛苦 來 我們看下一個什麼 好的 本小姐不是難伺候 只是腸胃經不起刺激 真的 真的很好 妳皮膚有問題 腸胃有問題 對 全身海料料 整身海料料 美女問題都很多 對 對 我會知道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很愛喝蜂蜜檸 只要喝完之後 就會打嗝 然後跟胃痛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在吃別的 奇怪 也沒事 但是唯獨喝蜂蜜檸 就開始 就不要喝啊 可是就很好喝 她說他很愛喝 奇怪 我就很愛喝啊 然後或者是 壓力大的時候 會碰到胃痛 有時候以前拍戲嗎 跟台詞背不好 或表現不好 就開始 就開始 那個 胃食道逆流 然後後來 半年 我想說奇怪 這個狀況 怎麼一直沒有改變 然後才去照胃鏡 然後才發現是 胃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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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點小潰瘍那樣子 就是潰瘍 就是喝太多蜂蜜 太酸了 對啊 他可能蜂蜜加一點點 對 都喝 都喝檸檬 現在還會嗎 現在還會 有時候遇到 就是 那你現在還會喝 蜂蜜檸檬嗎 還會 還是 還是很喜歡 對啊 就真的很喜歡 這是什麼問題 對 他這個 就是我們滿常見 就是除了生活做飲食上的話 滿常引起的 這個胃部的胃酸分泌過多 包括剛剛提到的 胃脂肪逆流 胃發炎 胃潰瘍 舌質量潰瘍 源頭都是在 胃酸過多 然後飲食上來講 我們平常說如果吃辣椒咖啡 或甜的食物 或是酸性的食物的話 也是會不會刺激胃酸的分泌 如果說這個習慣一直都持續的話 就有可能會引起 就是我剛才提到 胃脂肪逆流那些的問題這樣子 對不對 那我們剛才提到說 大家說皮膚有的人容易敏感 其實我們腸胃有的人 會覺得他自己腸胃很容易敏感 進來告訴我 我腸胃敏感 我就是有遇到一個三十幾歲的 就是防重的女性 她就是平常就是做這個防重驗 然後每一季都要做一個業績的報告 然後業績的報告完了 每次主管提醒她要做業績報告的時候 她就因為肚子就很容易痛 一直去拉肚子這樣 從一被通知開始就開始痛 開始焦慮 上台開始爆完之後 然後也要一兩天的時間 才會緩解這樣子 就很明顯就是在那個 暴跡爆的前後的時候 症狀就特別明顯 那所謂的這種就是我們把它判斷 它有可能是功能性的 腸胃失調症這樣子 什麼叫功能性的腸胃失調症 就是說它可能它有一些 最常見的就是合併一些腹痛 拉肚子 有的人像是五花八門 有的人是吃完肚子就會脹 會覺得說一直有嘔吐感 有的人是想大便 覺得大不乾淨 但是他做所有的檢查 包含抽血 胃鏡 大腸鏡 全部都是正常的 那而且症狀持續三個月以上 我們差不多要歸類在 功能性的腸胃失調 那怎樣的人會比較容易 有那個功能性的腸胃失調了 最常見其實就是壓力事件 如果說他平常的工作壓力太大 那有時候是跟環境 跟氣溫變化有關係 其實最大多數還是 壓力事件比較有關係這樣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病人 我就是會先分析一下他 就是絕大多數十個病人 有九個病人 大概都是有壓力事件 要嘛就是工作壓力 不然就是家庭的壓力這樣 那我就會試著開導他 說有沒有辦法就是調節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就會把它轉接到生性科 去調節壓力事件 那如果說壓力事件緩解 他的症狀還是持續的 那我就會再跟他分析 他的飲食習慣 譬如說我會叫他 上場飲食要正常 然後我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像是咖啡 辣椒 乾 甜食 我就會加適量的減量這樣子 那如果真的還是不行的話 我就會開一些 症狀治療的藥味 然後教他怎麼吃 因為他的症狀 有可能是反反复复的 有時候是拉肚子 有時候是脹氣 有時候又拉肚子 有時候又脹氣 那我覺得讓他 自己去調整自己的藥物 然後再配合壓力事件 飲食調控 他的症狀就有慢慢緩解 那請問硬要喝 蜂利檸檬怎麼辦 你要看生性科 如果講不聽 我就會把他轉到身上 所以你要不要 等一下留個蜂 OK 等一下留個蜂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說 腸胃道敏感 什麼敏感呢 對心理壓力敏感 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們把它叫做 也就是說心理壓力 其實會牽動到 腸胃好多神經 我們有一個俗稱叫做 腸胃道是人體 第二個大腦 為什麼 因為那邊神經好多 有交感神經 有副交感神經 我們腦袋的想法 我們腦袋的情緒 就馬上會在我們腸胃道那邊 有直接的反應這樣子 像我有一個患者 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生 剛出社會到一個公司上班這樣子 最好就是腸胃科醫師轉過來的 在腸胃科醫師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拉肚子 做了很多檢查 找不到什麼原因 後來這患者 他自己就找到一個模式 這模式是什麼呢 他拉肚子這個現象 大概就是禮拜天晚上 禮拜一晚上 一路到禮拜四晚上 只要隔天上班 就會開始拉肚子 甚至有時候上班之前 也開始拉肚子這樣子 可是很神奇 禮拜五晚上不會 禮拜六晚上也不會 放下 放下就身心放輕鬆 不會拉肚子的 他自己找到這一個模式 然後他腸胃科醫師說 那你去看一下神經科好了 好 來找我 找我以後我也覺得 這個模式相當的典型 真的就是壓力 影響到我們生理 就腸躁症這個部分 我看一下他在腸胃科那邊 已經有開一些 症狀環節的藥物了 那他自己也開始在做一些 這個飲食上的調整了 那剩下就是我們心理的 一些狀況 可以做一些學習 這樣子 OK 那就問他了 那你在上班 你面對到最大的壓力 你覺得到底是什麼呢 他想一想 我覺得我的主管 給我壓力好大 那你主管是男生還女生 女生 這樣子 那你覺得這個你的主管 他給你壓力的時候 會讓你想到 小時候的什麼樣子的狀況 他一開始想不到說 你知道我不知道 沒關係 你回去想想看 下一次來找我的時候 其實這個患者 還蠻有慧根的 馬上就有覺察到說 醫生啊 我就想到了 我每次看到我的那個女主管 就想到以前小時候 我媽媽在提罰我的時候 每次看到她 我都覺得我還有壓力 她一罵我更有壓力了 這樣子 我就知道 好 那你這樣的狀況 其實蠻適合來做心理治療的 心理治療幹什麼呢 覺察我們現在 看到的壓力 可能是哪一個童年事件 童年創傷造成的 並且要去修復 療癒這些童年創傷 還要學習怎樣去面對 這些壓力情境的新方法 這樣子 所以這患者其實蠻認真的 他在我們這邊吃藥 然後做心理治療 跟談得蠻深的 其實大概到半年之後 他的腸造症漸漸漸漸好起來了 偶爾 偶爾他在他主管大罵他的時候 還是會拉肚子 可是基本上 可能就變成 每個禮拜五次 變成一個月不到一次了 這樣子 後來就任主管當乾媽了 完美的結尾 剛剛那一題不是說 美女問題都很多嗎 我也覺得好苦惱 我怎麼辦 就是也不是很願意的 對 就是剛剛講到那個腸胃敏感 我後來想到 以前我出國的時候 比如說出國五次 就會有三次都在拉肚子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跟我同團或同行的人 我們都吃的東西都一樣 生活作息也一樣 為什麼就是其他人不會拉肚子 我就會拉肚子 然後後來我回去看醫生 醫生就問了一些我 你吃了什麼東西啊 他就說這種無解的 就是只有出國會拉肚子 就是水土不符 可能因為聽說水好像有分什麼 硬水 軟水那種的 然後可能你就是喝不習慣 當地的水 所以後來有一次 我要出外景工作14天 然後因為不同國家 你就會想要讀讀看 想說這一次 我會不會又 對這個國家水土不符 但因為是要去工作的 我不敢讀 我就帶了一大堆的礦泉水 裝滿整個行李箱 就真的是14天的 我要喝的 回飯店喝的礦泉水 都帶的行李箱超重的 我想說天啊 就是也為了這樣子 出國玩也付出代價也太大 你不可以帶這麼多水 對 就真的帶這麼多水 所以我行李箱常常很重 我都沒辦法 就是從台灣帶衣服出去 就只好在當地買 就買了好多東西 對 老婆也沒辦法 因為我行李箱都裝滿了 然後我每天喝一點喝一點 他行李箱越來越空 我就沒有衣服穿 我就一直在當天 這真的症狀很不錯 對 很不錯對不對 公主變 對 這是公主 可是有一次有一點困擾 是我們之前去越南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想說 越南很輕鬆 而且都是跟自己很熟的家人出去 我就沒有帶水 結果我只有第一天是好的 我去那六天有五天都在上吐下泄拉肚子 然後後來我就乾脆自己就自己住一個房間 因為整個房間全部都是十位 我才對另外一個人不好意思 我就說我自己住另外一間 我自己住另外一間 然後我們那時候要去那個粉紅大教堂 我們早上八點出發 其實走十分鐘的路程就到粉紅大教堂了 然後我們走到中午都還沒有走到 因為我就是走走走 沿路走 沿路走是誰 然後又跑回去 然後我還去別的店家 賣衣服的店家又借廁所 走到中午都走不到 後來我就說算了算了 我這個越南行程 我就當作是沒了 我就後來 對 都在飯店度過 其他人就都出去玩 對啊 很好 這樣大家就知道以後出國不會找你 對 我有一個朋友也知道 他就是只要一吃飯 他就一定會去上廁所 就是如果今天餐廳沒有復廁的話 他就不會去 所以他也不能吃路邊攤 我跟他說你這樣真的是 有點心陰性太急 這樣就像我們可能出去玩 行程沒有照他的那個 行程走的話 他就開始很緊張 然後又要找廁所上廁所這樣子 然後說第一個 其實你常常這樣子腹瀉拉肚子的時候 其實你腸道的益生菌 你的菌蟲其實會 很混亂 而且很不平衡 所以我建議他就是除了 可能要看身心科之外 就是可能要補益生菌 可是補益生菌 這個可能要補兩到三個月 你的腸道菌蟲才會重建好 可是他就是有一搭沒有一搭的吃 所以他其實拉肚子的狀況 一直都沒有好轉 這樣也是麻煩 好 我們來看看下個問題 不是我氣色差 體力爛 是這些事太耗能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如果工作壓力太大 有時候人就會覺得很疲累 所以你問現在 誰工作壓力不大 所以50個他有9個都會有疲累感的 所以疲累不是真的很明顯說 是要來看醫生 可是如果他有合併其他症狀的時候 可能就要有警訓 然後我就舉一個 我有一個40歲的作家朋友 他最近都覺得他就是很累 然後靈感都沒了 然後一直都被催稿 然後他也 但是因為他這個時間 最近時間也滿久 他就覺得說他不想來看醫生 可是最近家人就是有發現說 怎麼這個人氣色很差 除了氣色差之外 他覺得他的皮膚 跟眼睛有變黃 所以就叫他來看我的肝膽腸胃 為什麼呢 因為他家人有類似肝病的問題 就起來掛我的門針 然後除此之外 他是被太太壓著來這樣 太太說你不來 我就馬上跟你翻臉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他跟他先生 本來就是會固定叫作業 可能一個禮拜會交一次作業這樣子 然後就是會有固定的性生活 可是因為他這個狀況 他們一個月都不到一次這樣 所以他太太也非常的生氣 有強烈懷疑說 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這已經影響到他的生活 人家性生活都有影響到 然後我就來看 我就幫他做抽血的檢查 然後幫他做全身的健康檢查 後來就發現 他的肝指數破千 我們正常來肝指數是40級 他的肝指數破千 仔細再查 就發現他是 他以前都不知道 所以那是台灣很典型的 B型肝炎者在中年的時候 會有一個急性的復發 然後如果他沒有接受即時的治療 有可能就會變成 猛暴型肝炎其實是會有生命危險 因為到肝上是我們中小器官 如果當你猛暴型肝炎的時候 就會開始影響 因為呼吸衰竭 腎臟衰竭 甚至最嚴重的 才要去換肝這樣子 所以我就叫他趕快來住院 然後跟針對B型肝炎的復發 這一點趕快給他治療 幸好他是有過這一關 我就說那好 那你就是至少你過這一關之後 你B型肝炎以後都要固定吃藥 但是除了這個B型肝炎 它還有哪些原因會造成肝炎的負擔 其實有幾個 他有個不良的一些生活因子 首先他就是因為作家 有時候為了寫作 有時候都會寫到兩三點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就是熬夜 再來說你知道 有的藝術家跟作家 他們會想要在創作的時候喝一點酒 他覺得在那個 有靈感 對 微醺的狀況 創作出來的靈感更動人這樣子 所以他也是有這個 所以他就是有三大影響肝炎的功能 所以第一個就是B型肝炎 本來肝炎體質就不好 再來就是會熬夜 再來就是喝酒 那我說至少B型肝炎 除了在我這邊鼓勵拿藥之外 你另外兩個習慣 熬夜跟喝酒也要改掉 不然我們可能會常常見面這樣子 前陣子就是我有這個問題 就是不管怎麼樣 卸完妝之後 那個皮膚就非常的蠟黃 還有暗沉 然後就會失去彈性 所以那個氣色非常的差 就算有時候化妝之後 也補不起來 那不只是這樣 還有嘴巴會乾裂 然後就會感覺身體上非常的缺水 然後還有重點是 沒有發現年紀到了之後 開始會有一些體力差的問題 就是不管你怎麼樣 可能精神很好 可是你一動的時候 就發現很快就開始覺得疲倦 我跟大家講 後來我找到原因了 就是因為我們缺少了 身體上的膠原蛋白 身體膠原蛋白完全的流失 因為這個東西不只是我們皮膠上面需要 它包括我們身體上每一個部分 每一個部位其實都需要膠原蛋白 所以我在這裡 我有一個朋友解救我 他跟我推薦了這個 酒型的膠原蛋白飲 就是這個 酒種形態的膠原蛋白 來 我給大家喝喝看 大家都可以來喝喝看這個膠原蛋白飲 它味道是非常好喝的 好 翔翔 我會以為我轉到購物台 你要不要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我覺得很平時的跟我們介紹就不一樣 這個真的很好喝 你喝喝看 我怕你講一講就走了也不太好 因為這個太好喝了 太好喝的東西 我就在用最厲害的方法來推進給大家 我要讓大家分享 讓大家都很漂亮 它的味道就是有那種洛神花的味道 有點這種酸酸甜甜的 所以對女生來說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也沒有任何的魚腥味 有的膠原蛋白有一股這種臭腥味 那它這裡面還有 添加櫻桃的萃取物 裡面還有豐富的維他命C 那還有它對膠原蛋白非常的重要 因為沒有維他命C的話 就沒有辦法合成這個膠原蛋白 那沒有維他命C 那你膠原蛋白就等於是白痴 為什麼要罵人 怎麼學非難道的 真的我要給大家這個觀念 少講一個熱 白痴了 對 但是還是有些人問 為什麼不從食物裡面萃取 為什麼不吃食物的 為什麼不從食物裡面得取膠原蛋白 一定要喝的 因為如果你要從食物裡面去 得取膠原蛋白的話 你要吃到死 吃到很大量的 你也不見得有辦法 有到身體補充這麼多的膠原蛋白 因為它這一瓶裡面就有1萬 它這邊有1萬5千毫克的膠原蛋白 是非常的多 那相當於75個雞翅 那75個雞翅的話 如果你要吃雞翅 這樣吃的話 你要吃到75個 它裡面相當於有1萬7千大卡的熱量 非常大的負擔 你知道嗎 是 如果你自己吃雞自己看 你吃到變得比較醜 變胖 你還不見得有辦法摺取到 這樣的膠原蛋白 這個數量 那當然呢 這一瓶裡面只有69大卡 它第一卡又營養 液態好吸收 全方位的保養 吃完狀態好 就好像戀愛一樣 像我這樣喔 身材好好喔 好癢喔 好癢喔 我知道 這個就是今天推薦給大家的 酒型膠原蛋白銀 真的啊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膠原蛋白 都用一些包裝不一樣 我覺得瓶裝的話 基本上 方便 它是很方便 而且它更安全 對不對 對 而且沒有腥味好重要 有時候喝了就會 你想變漂亮 但又喝不下去 喝不下去 動物膠原蛋白或植物液蛋白 都會有一些味道在 對 像常常剛剛講的非常對 你如果要從食物中 就吃進來的話 像我們很常會吃什麼 豬皮 雞皮來補膠原蛋白 那個分子的量都超級大 是幾十萬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從這種 膠原蛋白銀補充的話 它的那個分子的單位是很小的 身體的吸收率才會好 因為像我們之前 有個病人 就是他來諮詢減重 他其實就是七十幾公斤的女生 就是有點肉肉圓圓 你知道皮膚有點燙 你膠原蛋白很豐富喔 可是過完年 他回來減重 他一樣沒有變重 可是他整個皮膚看起來 比較辣黃 我說你過年在幹嘛 他說都在追劇 然後每天晚上都是 就是半夜睡覺 一兩點才起床 結果他整個飲食啊 作息都亂了之後 他膠原蛋白流失的非常的多 因為我剛剛說 其實我們如果晚睡 對身體是一個氧化的壓力 因為像人體本身 有十六Percent是蛋白質 那這十六Percent的蛋白質 裡面也有三十Percent是膠原蛋白 可是因為我們人 就只要過了十八歲之後 膠原蛋白就開始逐漸流失 只要你的飲食啊 作息不好 熬夜啊年齡等等的 加上去之後 其實你膠原蛋白 明明就可以維持 我們身體的機能 然後彈性的 可是它就是會流失的更快 所以我建議說大家平常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盡量要從外原的補膠原蛋白 進來是很重要 但剛剛強強提到 維生素C超重要的 對 因為我們膠原蛋白 在吃的時候 如果沒有維生素C一起跟上 它這個量的話 它是一個輔酵素 可以幫助我們的膠原蛋白 合成得更好 對 可是如果沒有跟上的話 你就真的是 等於是白吃了 對 是白吃了 對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另外一個 我就是建議大家 在挑選膠原蛋白的時候 要挑選魚萃取的來源是比較好的 因為魚萃取的來源 它的那個分子是比較小的 像豬萃取的話 分子就會比較大 所以魚萃取分子小 它吸收率就會比較好一點 那像剛剛有提到那個就是 一瓶有15000毫克的一個 膠原蛋白量 這個量很高 就等於可以全方位的 幫我們補充身體 所流失的膠原蛋白 所以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我覺得像體質 就跟個性一樣 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 你自己的體質是什麼 如果很敏感 就要常常的很小心 不然就會很容易去找陳醫師 其實我們這種方法 是可以幫助自己的 對 那找一個對自己最有益 而且傷害最低的幫忙 對不對 讓大家都能夠 健健康康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déc bos 拒絕